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但是我 所以保罗不是把人就指向他 因为他不是神 神是无限的 对不对 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 你看一下 参考一下 明白 然后你再祷告 听得懂吗 所以 为什么保罗 你看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很容易会 我想象 菲律比教会信徒跟我们都一样的 我们通常想 保罗说 效法他 他没有孩子 他不知道孩子多辛苦 他一个人走来走 走来走 没有事 没有问题 要做 起来就起来 我们还要出去的时候 要预备奶 预备什么啦 预备这个啦 吃的啦 什么 没有这样容易 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 所以我们有孩子 我们为教会付出没有办法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 保罗他的很多的情况里面 他不知道 我们人有一些难处 我们有打工的 我们在世界有打工的 他是就全职 比如说各位看牧师的时候也会 当然会这样想 你们不用讲 我也会这样想 对不对 所以这些很贴切 很实在的 我们都会讲的 比如说 如果你看我 我是结婚的 他就会觉得 他说我是单身的 所以你不明白单身的那个孤独 那个孤独一定会嘛 所以我们人是很喜欢会比较的 这是一种 其实我们讲比较 或者我们可以说参考 比较不是这样好听的话 参考 那么你这样参考对不对 对的 没有错的 其实保罗这句话说 你们看一下 留意赵文吧 没有错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是可以看旁边弟兄姐妹的那些情况 然后看了之后呢 你再要祷告 再要祷告 那看了祷告之后呢 你们一定要领悟 如果这个属灵的弟兄姐妹 或者那位他能够做到这样 他能够这样的付出 他能够这样的条件里面 能够给予为国度这样活的话 那么我也不要给自己借口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来讲 第一上帝是体恤 上帝是体恤我们的有一些难处 对不对 我们情感有一些软弱的地方 有一些需要的地方 很多方面上帝体恤 各位上帝了解 我们贫穷的地方 但是呢 上帝也用这个地方呢 来教各位 各位不要只有我的情况 你看 我的情况 你也看一下 其实跟你一样有苦楚的人 有苦难的人 他们怎么行 他们还是这样活 他们还是这样走十字架的路 然后上帝释放他们 你不要一直说 我是不能的 我这个苦难是很难的 我的情况是你不理解的 那好 你看一下 你旁边一样的跟你一样有血 有肉 有圣灵的人 他们怎样经历主 所以这个意思了 各位理解吗 所以我们观看 那看的时候呢 我也劝弟兄姐妹 各位不要太 太仔细的 诶 不一样 他有两个孩子 我有三个 我的三个比他难 他两个 他也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我做project 他也做project 但是我的project比他辛苦 各位这样的话呢 各位也太过那个了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有时候上帝是 上帝是明白我们的难处 所以叫我们留意看 但是看之后呢 你自己要领悟 对了 主啊 这是我要祷告的地方 我要进步的地方 受挑战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比到准准 那个东西啊 不是那个 留意看一下 弟兄姐妹 看一下 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人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保罗 如果你做牧师长老传道的护照 你真的学习主啊 我是尽心尽力的这样做 尽心尽力的 所以在各样的事上 我的身心灵 生活 人际的整个的处理里面 怎么靠信心走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呢 并不是 为什么我做到 你做不到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 主啊 我们靠你 很真诚的靠你 能够走到这一步 能够舍己 舍去 用这一步之后呢 就在这一步里面呢 我们仰望你 但是我们也明白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的程度 没有到那个地方 但是但愿我们做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的圣灵自己挑战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个弟兄姐妹的属灵层次 他们的凌晨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但愿到了时间之后 他们想回 那时候牧师怎么做 长老怎么做 执事怎么做 传道怎么做 那想回的时候 对 对 我也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况继续自暴自弃了 我应该要起来 我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做当做的事 对不对 怎么跟从主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意思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圣灵运行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 诶 我抓他 诶 为什么牧师做到这样 你不能做啊 我能奉献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你不能 所以教会是恩典运行 圣灵运行 神的话讲 然后呢 弟兄姐妹的榜样 他们的 就是显明显露出来 但是不是用这个来控告 但是让天使动工 让圣灵在众人的心中 激动人 挑望人 挑战人 对不对 这样做 我再跟各位说 我们教会这十多年 我们经历的前面很多的那些挑战 苦楚 成败 得失 这些 其实都是为了下面的弟兄姐妹 有时下面的弟兄姐妹呢 其实牧师明白的 其实牧师明白的 有时候我知道那个难处 那个感触 我跟各位说 还好上帝生我是真的很敏感的人 心情里面的那个苦楚是 其实我知道了 也感触过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感触过了 但是你不能依从那个东西啊 非要攻克己身 教身服我 因为这是十字架的精神 还是这样 但是呢 这条路越走越清神 越走越容易 各位听得懂吗 如果你勿忘那条路 你怎么越走越清神 一首诗歌是这样嘛 但愿主祝福各位 能明白我所讲的 有些各位的处境 我尽量不要讲得太仔细 你们自己确认就好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论断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们都要得更新啊